今天节目最后呢 他们要教大家 怎么样穿高跟鞋走路才会漂亮 因为你们知道吗 现在高跟鞋 几乎是每个女生都会有的必备品 可是呢 选一双漂亮的高跟鞋很简单 对不对 穿上去也很简单 可是要怎么走路走得优雅 走得漂亮 其实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一回事情了 所以啊 我首先要告诉你们呢 穿上高跟鞋的时候 我们在走路的时候一定要记得 重心要平均的分摊在我们的脚底板 你不要把它放在脚后跟 也不要把它放在脚尖 因为如果把它放在脚后跟的话呢 我们走路的身体就会往后倾 不自主的就会往后倾 然后如果放在脚尖的话呢 你也会驼背或是往前倾 这样都不好看 所以啊 很简单一个方式先教大家就是 你先站直立正之后 然后想象 有一条线从我们的头顶拉着我们 你就会自然的开始挺胸 然后身体也会慢慢的伸长拉长 这样子的姿势呢 是最漂亮的 然后再来你走路的时候呢 随着步伐 把你的重量平均分摊在你的脚底板 这样走起来才会非常的优雅 漂亮好不好 而且记住哦 走路的时候不要让腿去带动你的脚 你要让你的腰部去带动你的脚 因为只有腰部带动我们的脚的时候 我们的下半身的线条啊 像臀部以及腿的曲线 才会自然摆动得很漂亮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为止了 希望下礼拜大家还是要锁定我们Fashion Guide 爱漂亮好不好 拜拜 拜拜